台北市最高学府杨明山的文化大学 经传的退学生凶残的杀害老房东的命案 警方在第一时间就逮捕了凶贤香港乔生麦佳琪 他向警方公称是因为受不了房东催缴房租 所以才会在昨天上午谎称冷气坏掉了 再拿哑铃跟尖刀杀人 事后他还故步一阵 谎称说是有人倒在通道间 等到了警方调阅了监视器画面之后 才戳破他的谎言证实报案人就是凶贤本人 接到电话房子插座有问题 林姓房东赶来租屋处到处巡视 10点28分迈姓凶贤拿水杯出来装水 跟房东抱怨冷气插座怪怪的 房东说要解决顺口问了 西线的房租何时搅清 没想到凶贤勃然大怒 在屋内拿出哑铃 重击房东同步见到此中 发案后凶贤拿着塑胶带 里头装着被害人的鞋子还有皮夹 现金嫌犯拿光光 下午他买回来胶带 用床垫包裹尸体丢弃在走廊 上衣沾染血迹 他干脆脱了 随后两点离开现场 嫌犯不发一语 他路往时跟逃逸时穿着是铜件外套 麦欣凶贤是香港乔生 2009年来到台湾 2011年进入文化大学就读 去年因为没有注册遭到大学退学 据了解家境不错 但是为何会欠房租痛小毒手 所以翻从事你讲的吗 被害人妻子哭到快要腿软 邻居说两人热心工艺 单任机工 林老先生是包租工 对租房子的学生都当自己的孩子 一般照顾 但没想到像遭退学的港生 追讨房租 竟让自己断送性命 记者刘世伟 王善伟 小紫阳小组 太有道了